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灵溪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证交会首次取缔了两家非法办理投资移民的公司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23日史无前例的对两家未持有合法经济执照 却向150多位包括美国境内的外籍人士及海外投资移民者 收纳了近8000万元资金的公司提出了指控 这是证交会第一次对投资移民EB5非法募资行为采取法律行动 中国首度超过了美国吸引外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4日颁布了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去年下降了16%为1兆2300亿美元 但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达到了6000多亿美元占全球流量的55% 中国更首次以129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 伤害流入国 圣河西房租上涨到11% 议员要求房租上限下降到4% 圣河西房租每年大幅上涨 中低收入的家庭备受压力 圣河西议员Roparis提议扩大房租管制 将圣河西目前每年房租调涨上限从8%降到4% 提案中并要求禁止房东在没有充足的理由下赶走房客 这也引起了部分的议员与房东的反对 他们每年必须交付高额的房屋维修费 单方面的限制房租上涨对他们不公平 圣河西市政府正在商议对策 为了一起抗旱 58%的湾区人愿意饮用被净化后的污水 周三公布的湾区协会所做的民调显示 在干旱严重环保意识较高的湾区 58%的湾区人表示 愿意接受已处理过的污水循环再用的水源作为饮用水 63%的访问者支持新建多一些的水库和水坝 至于要扩大使用循环再用的污水 例如用来灌溉林木草地和球场 则有88%的人支持 对于新建将海水过滤再用作饮用水 则有75%的人表示支持 湾区的偷车率达到了全美的最高 全国保险犯罪局24日公布了最新偷车资料报告显示 加州再次成为全国偷车案最多的州 湾区又是加州之最 旧金山和欧克兰组成的地区 平均的偷车率全美最高 加州汽车最多而且车况最佳 所以偷车最为严重 大部分的脏车都被卖到了海外 从加州繁忙的港口走私到国外 要避免爱车被偷 可以安装先进的防盗设施 如汽车追踪器 警报系统及阻止启动的装置 停好车后要锁好车门 不要将车停留在没有照明的地方 以上新闻由优势电视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